小伙伴送给我一个锦子罐 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色罐子是什么 呦 这个不错 猫尾草 可是剩下的罐子是什么呢 让我打开这一个 哎呀 我的妈呀 一个红绿巨人放到这么前面 嘿 我说你会不会玩 全部都是巨人 你让我打什么呀 哎 等一等 这个猫尾草 它吐出来的怎么是黄油 嘿嘿 有了 我先把这一个武王僵尸放出来 哎 就算你是光头武王 我也不怕 因为新作的猫尾草 已经成为了黄油战士 就问你怕不怕 嘿嘿嘿嘿 哎 掉下来一个雾灯 这个雾灯刚刚好 可以加速 那就把这一个巨人放开 有黄油在 这个巨人是没办法往前走的 快看他一动不动 哈哈哈哈 哎 掉下来一个吸筋锅 没什么用 看看第二个 它会掉下来什么 来了一个玉米加龙炮 那不是如虎天意吗 那就把这一个巨人打开 哎 他怎么还能动呀 而且还把这个盒子 就要是打爆了 哎哎 怎么全部都出来了 赶紧用一个玉米加龙炮 炸一下 哎 怎么扔小鬼了 哎 这一次出来的是 正常的武王僵尸 那就让他多召唤几个 半武僵尸 我们再打他 哎 第一个就掉下来了一个樱桃炸弹 那这一局 看来是我的欧气值 又回来了 放到这里炸一下 呃 给我一个大蒜 不过问题不大 我们还有机会 不被吞噬这 第次王 哎 第次王在这里 可以把上面这个罐子打开 然后用第次砸它 刚好有一个小喷锅 也可以放到这里打它 哎 这一个半武僵尸 又掉下来一个双头太阳花 这个刚刚好 又是吸筋锅 还是放到这里 豌豆射手 寒冰射手 荷叶 喂 大哥 给点有用的植物呀 冰瓜 这个nice啊 看看最后一个 掉下来什么 大蒜 哎 上面出来两个巨人了 这可不好 先用这个樱桃炸弹 炸它一下 哎 完了 又人小鬼了 哎 这一次啊 猫尾草打它了 看来这一次的猫尾草会玩了 哎呀呀 又过去了 对对对 有猫尾草在 小鬼僵尸 休想过去 nice 一个雾灯刚好可以给猫尾草加速 这下它就可以暂无不慎了 这两个巨人僵尸啊 不堪一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路一路的打 先打中落 接下来是第五路 哎 剩下两路就要注意了 我们先打第一个 要不然 盒子僵尸爆炸 出来更多的僵尸 我们就没办法挡住它们了 好了 现在打开这一个罐子 哎呀 我错了 这个盒子僵尸 把我的弯度射手都炸掉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黑蘑菇 把底下的罐子打开 这些巨人僵尸啊 是过不去的 好了 这一个巨人被我打败了 哎 这一次 我就直接打开这一个罐子 这样就不会引爆盒子僵尸了吧 呃 万万没想到 它还会往前走呀 不过就是这样 我也不怕 把这个僵尸放出来 让它往前走 等它们走到一起的时候 然后用樱桃炸弹炸它们 哎 这样就刚刚好了 哎呀 又开始扔小鬼 哎 又掉下了一个吸金箍 刚刚好放到这里 这样第二路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接下来把最后一个罐子打开 好了 点击关注不迷路 点了关注你 最酷 我是小西哥哥 我们明天再见